Hello,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电罪记1108期 恒指回落,站得稳 终身小米的目标多少呢? 外主公公司,莱士 好了,我们今期依然在分为三个步伐 第一个步伐是今天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分是恒指方面的分析 亦都是各位同学比较关注 上一期周落,莱士已经是教学当初 本周港股是万百有重要阻力 当然,现在万百如期就会落 那即将下来,会否到达莱士 和大家说的支持位,又能守得住呢? 所以今期的莱士就会和他分析一下,好吧? 第三个部分依然有个股分析 有同学问到,阿里巴巴,中生国际小米集团 影响两个美股分达特斯和苹果 那这些个股为何有同学持续关注呢? 同样,今期的莱士就会和他分析世界大虾 OK 好了,在组设计计计之前再提醒各位同学 那无论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 我最新教学的各位同学 那你记得在YouTube这个channel 按订阅 订阅之后,再按你的黑色小铃 才能够时刻收拾到我最新教学,好吧? 好了,将我们的正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11月8日 朝早8点27分 比平时辞错少少 那荔杀与其中港股行情提示的广播 现在已经装了荔杀手机的特色指标的同学 通过提示大家看到 指数方面大家看到 现在依然处有个铁塔 有绿色飘带 整体催小便跌 不过我看到最近 指数方面升穿了绿色飘带 当然我们知道因为有资金日常 升穿了,现在又回落了 当然按照荔杀今天提示大家看到 目前我们的一个上下阻力和支持 阻力我就用现在列口 列口都有提示大家阻力和支持 关键要看指数 是究竟上下阻力 绿色飘带目前升穿了 就转型了支持 之前都是阻力 阻力和支持有相互转换 我经常跟大家说 对吧? 目前来说 其实我是这几天的一个做盘提示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一定要守住 即是什么? 守住我们绿色飘带的下延支持 当然周六的时候 我跟大家提示的时候 就是17350 对吧? Youtune channel 都这样跟大家说 对不对? 股市有信息慢变 飘带一个好处 它不像列口 对不对? 飘带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 认证了现在股市有信息慢变 虽然说这三天 其实黎医师一直强调大价 现在绿色飘带 就持续收窄 第四条 吹响于红色飘带 好像之前这些位置 一旦飘带收窄 就转颜色 对不对? 当然我是星期一、二的时候 都提示大家 未来两到三个交易 当然 今早的一个早本提示 我就跟大家说了 基本上 今明两个交易 可能明天 如果不跌穿 我们这个 就是支持 17410 之前17350 这样 如果不跌穿 这种情况 就好像 就会转 即飘带 会转红色 红色 就好像这里 看好机会比较多些 对不对?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关键 就是KDJ J参数值 这个传统的指标 现在目前 J就少100 为什么 这里标了17890 这个17890 其实 就是我们上过交易日的最高位 就是 我们星期二的一个收市价最高位 很多时候 很多同学 就比较忽略 这个小条件 为什么 比如说 J大于0的时候 其实 就是超跌反弹 脱离超跌 当然 最低位 大家不要忘记 一般来说 无论J大于0 或者J少100 他当日的一个最高位 或者最低位 好像J大于0 就按照最低位 如果J少100的情况 就是他最高位 如果之后 还继续突破 当然之前有些 就是案例都和大家说 如果继续突破 那很大机会 还会快出拉性阶段 即是说 可能J 又从少100 又快到100 所以第二个条件 大家一直都比较容易忽略 所以我每次 从容忽忽说到KTJ的用法的时候 都强调大家 好吧 这个是指数方面 当然现在即将 还有继续回落 回落当中 这个能不能守住呢 分析恒生指数的时候 就和大家说 所以为什么我半周 一直回覆大家 Woxet Youtin Channel 其实18000 不管它能不能突破 对不对 那想不想到 不重要 重要的关键呢 是这个支持位 能够守住 我是这样和大家说的 OK 好了 这个指数方面 个股叫 依然是关注 半导体 汽车 电烈板花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飘打 飘打 可以看指数个股 还有板花 好像譬如 这个富途牛牛 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有的 富途牛 这里 李Sir偏制到很多板花 你可以拍下 这些都是李Sir用 放大镜 手术它的一个行业 好似现在大家看到没有 半导体 比较漂亮 红色飘大 对不对 就算大家看到 你打开这个庄家图 很多情况 我没有用富途牛 庄家图 其他富途牛 有庄家图 最近有同学 提示李Sir 庄家图 很少见你用富途牛 我现在就展示大家 怕大家不记得 富途牛 有庄家图 大家看到 现在升大量比较厉害 半导体 对不对 然后内房股 这些比较差 就是完全 全部都是蟹货 现在还有汽车 都升得比较厉害 有庄家 有红色飘带 还有电力 电力就没有油脂 有红色飘带 然后向射 所以这些行业 大家通过这些技术指标 庄家图 KDJ飘带也好 去判断现在哪些板块 是比较好一点 好吧 这就是我们的组本点评 跟大家说 那我再看回 今天的收市情况 今天的收市 我们再看回最低 最低是17537 其实李莱Sir之前 比如说星期六的 17350 包括现在说的 17410 今天提示 依然是没有跌穿 没有跌穿 是不是说明 会否守得住呢 今天开盘就17650 那昨天呢 我记得好像 低开就跌了少少 所以跌低开少少 然后呢 整体收市17568 跌幅101 那其实盘中 中午的时候 一度升穿 又就是说 又低开 然后呢 又高就 一度转正 后面呢 之后呢 又下跌 是不是说明现在力度呢 又不强 那其实大家 如果有装了 资金指标的各位同学呢 其实知道 现在资金流入的速度 有少少少减弱 减弱呢 会不会有转资金流出呢 那现在我分享 恒生指数分析 恒指分析 我上期间和大家说 18000 还有一个17530 那当然呢 英文白呢 就冲破了少少 现在又向回这个位置 17 说错了 17350 17350 那现在飘带呢 又上到17410 支持位 那这两个位置 无论如何 是比较关键的 对吧 30到410之间 是不是 那究竟呢 会不会穿呢 那当然现在呢 还是按照 例如乃水教学思路 国际形势政策最佳技术分析 講一讲话呢 美股是最全技术的 那通过乃水的公布 我达到八成以上 啊 港股呢 我们港股呢 就五成到六成了 百分之六十 五十到六十百分枕最多 港股啊 A股更加的差 因為港股是我们的 中国大陆呢 和 美国之家 那当然现在外部环境呢 有什么影响 最近除了戰爭一直跟大家強調擔心伊朗落牆去擴大戰爭的影響 如果不是這樣 基本上沒有什麼影響 尾巴戰爭 因為尾巴戰爭是領土和宗教的問題 它不涉及能源和糧食 好像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涉及能源和糧食 所以你看到影響世界是比較大的 因為它是領土和宗教問題 當然最近除了之前跟大家說的 中國美聯儲停止加息 然後中國要成為金融強國 不過最近大家如果有提心 這個其實大家看回自己的 即我們香港當地的頻道或者新聞 大家聽財政師波叔都有說 近期其實都有多個金融峰會會在香港召開 那這個怎麼說呢 講明呢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說的 因為港股升跌本質的原因 不是跟大家說一個外音一個內音 如果能夠開會 講明呢 現在整態中美關下 因為這個會議又包括中美兩個國家 好像明天呢 9號到10號 就中美的一個金融會議 為我們香港召開 這種情況講明呢 中美是比較穩定的 中美關下這個比較好一點 包括大家看到現在很多其他 就是西方國家都是來中國 這個都是比較好的方向 所以說大環境整態好 不過經濟可能 經濟來說 整態暫時還不太好 包括好像波叔說 我們經濟下調 正常的 因為現在整態大環境 還要慢慢回復 當然內音還有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匯率其實就是美債 但是美元呢有沒有加息的問題 造成的 現在美元不加息 額不額人民幣會升 所以我說Youtune Channel 大家要看 有時候大家如果比較早看 賴Sir教學的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再看賴Sir的 有些Youtune Channel 即是回覆大家的評論 就好像這些同學 我記得 比如說這位CMC同學 還有這個賴Sir的很早的 一個中心粉絲 都問到 當然這個可能第二次回覆 會比較詳細 大家可以看回 這個賴Sir說得非常詳細 為什麼這陣子賴Sir看好 11月呢 其實是美聯署停止加息 美債不升 美債不升 相對來說就回落 不過今天有個WhatsApp 有個同學 呂部學員都問到 為什麼人民幣會升 美元然後會跌 然後資金究竟是流向人民幣 然後流向美元 我也有回覆大家 所以這個邏輯 大家就很清楚 所以大家看回 現在雖然說 美元指數 大家看到 美元指數 有數攀升 不過賴Sir認為 他都會上衝到阻力 那麼人民幣相對 大家看到沒有 是不是這裡 轉紅色飄帶 這個收至大陽 那邊短期 中間這裡 可能會做一個防守 所以賴Sir認為 人民幣會現在 現在7.3升到7.2 又相對來說 又比較企穩 這個就是外圍因素 所以整體外圍因素 是利好的 所以如果說 不要認為現在跌幾百點 大家就害怕 賴Sir認為是好的 好吧 那麼當然 我們再看回 現在整體的 兩大指數 兩大股市 對於我們香港的一個影響 OK 好了 那麼 杜瓊斯指數 上證指數 那麼 我有時 美股最近我都要分析一下 勒斯達克 因為自從 之前的 英偉達亞利芯片的公司 我比較都 有留意勒斯達克 那麼 確實美股很強 就因為科技股拉動 那麼 現在大家看到沒有 那麼 確實 美股就莊家 機構對機構 那麼 就是升得比較厲害 比較強 因為它 就是全世界的資金 資本都流向美國 那麼 那麼現在大家看到 它的一個進入了連續四天的超賣 升穿了飄大 這裡有收窄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陣子 A股和港股 基本上有跟我們美股同步 那麼 那麼現在看回周線圖 那麼其實 看看有沒有升穿 關鍵勒斯達克 13600 現在有升穿法 所以 美股現在 目前確實 創新哥 賴Sir認為 比較難跌現在 不過 有時 它就不會跌那麼多 又回到 大家看到綠色飄大 剛剛轉又升上去 所以 美股又相對比較強 那麼其實 跟外賣相有關 因為中美 現在協商著 所以說 其實有相對於 對於經濟有幫助的 好吧 杜瓊斯之數更加不細 斯達克號 杜瓊斯達 這裡轉紅色飄大 不過即將下來 有少少回落 為什麼有少少回落 因為它已經進入了這麼多日超賣 有回落正常 不過為什麼有少回落 因為這裡有裂口 這裡有紅色飄大 這個情況 果明未來趨勢太好 又買入信號 所以說 它回落的力度就小 這個就是賴Sir經常跟大家去講 當然杜瓊斯之數 大家如果裝綠色飄大 關鍵看這裏 3444 這個附近 能不能升穿 好吧 還有300多點左右 OK 好了 再看上證指數 相證指數 都是一樣 現在回落 關鍵還是守住 3020附近這個位 關不關鍵 我們要看長遠一點 長遠一點 目前最好 能夠上回3100 這裡 能不能上穿呢 我們本質要看至今 好像上證指數 大家看到 周鮮堂 始終還是被我們講故慢一點 這個資金雖然很薄 綠色流出 不過一旦它轉紅燈 即是才有機會 先穿這裏3100點 上證指數 A股 護身指 還有現在目前來的短期 我們看看 剛剛先說了 3020要守住 不過現在目前 有資金托住 基本上不難 除非現在我認為 有什麼特別大的利空消息 否則 麗Sir認為現在 轉號機會比較多 所以兩大指數 都告訴我 現在整體 都比較強 所以港股 港股 都一直跟 肯定兩大股市 都這麼強 港股都不會弱 港股不弱 大家看到 從周線圖這個級別 開始看未來 現在確實 麗Sir 比較希望的 已經 已經轉紅色 紅色 已經有流逆 而且加速 從上周開始 又加速 說明這個位置 17980 即18000 為甚麼 麗Sir和大家說 周線日線 現在都是18000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說明有機會突破 確實周一突破了 只不過沒有企運 不過KDJ 大家看到沒有 又向上升 所以都有機會繼續 那麼日線圖呢 日線圖 之前跟大家說 之前這些時間 都是比較 向大家 比較準確的顯示 因為菲波納奈契數理 大家雖然見得多 不過兩組以上的用法 應該是比較少同學用法 不過 麗Sir發現這個方法 比較好用 我不敢保證 以前有其他 即是說 投資者 或者比較強的高手 都要用過這個方法 不過麗Sir認為這個方法 OK 而且最好找到 之前的高低 或者能夠 跟之前這一組 這一組 這一組 的菲波納契數 這些白色棍 對應的時間 能夠對得上 好像這一天 對不對 對應得上 就非常之好的 好吧 對應得上 說明我們之前的時間 就比較準確 或者推現到 後面都比較準確 那麼現在 目前選擇這些 買日信號 這些最低位 破底的 就基本上 撞不到跟之前這個 菲波納契數 對應的時間 所以說我還是延續 10月12號 這個時間 作為起始點 包括9月4號 大家看到 現在最近的一組 的時間轉折 是10月12號開始 基本上 要到下週一 下週一 才13號才轉折 所以下次可能是23號 記得上一期 和大家說 當然 賴Sir認為 飄帶很大機會 就是說 明天 週四 如果不跌穿 這個位置的時候 最遲週五 就轉紅色飄帶 這個賴Sir 觀跌 為什麼大家看到沒有 基本上 就很窄 如果一旦收窄了 就好像這些位置 轉紅色飄帶 但起碼來說 就一波 因為飄帶 代表中短期 他都有短期 和中期 中期就好像這一波 跌得比較長 短期就好像這一波 起碼都有兩週的時間 對不對 現在為什麼賴Sir認為 能夠站得穩 因為有資金托主 這個是本質的影響 對不對 而且現在 外圍 剛剛才和大家說 外圍 是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外圍 美元指數 雖然說有反彈 啊 美元指數 雖然說有反彈 外圍 不過 我們人民幣 都不約 現在 起碼來說 轉紅色飄帶 從日線圖開始看 剛才和大家 和大家顯示 人民幣 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夜期 大家都要繼續關注 如果夜期 不跌那麼多 基本上 都是跌穿這些位置 綠色飄帶的機會 就不大 所以說明天 還是關鍵 看回我們這個位置 17430 好吧 賴Sir和大家說回 這個恆生指數分析 一旦如果轉綠色飄帶 轉紅色飄帶 車長下來 就看好了 不過看好的機會是大的 賴Sir認為 OK 這個是指數方面 當然如果對於指數方面 有不同看法 或者有不明白的地方 包括個股 你好 Youtune Channel 好像其他同行 問回賴Sir 賴Sir 賴Sir都詳細討回大家 好吧 股市沒有絕對 有時賴Sir 都會錯誤 不出奇 所以大家見諒一下 OK 現在股市也有好處 越來越多同行 問到這些特色指標 如何安裝 如何付費 當然 如果不知道 投資者 你可以在視頻下方 找到相關鏈節 然後諮商 就問到賴Sir 這邊的團隊 是哪個位置 具體 在這裏 或是視頻下方 無論是電腦看 或是手機看 都會看到這個連結 誰記得 就連絡到我這邊的連絡方式 好吧 講完之後 我們講個股 個股 個股 阿里巴巴 中心國際小物集團 特斯 我覺得最近 Youtune Channel 基本上 都是按照賴Sir的節奏 去問個股 例如 很多同學 包括藍小姐 這個忠實粉絲 都問到 無論是阿里巴巴 包括騰訊 包括內部學員 這些 比較忠實的粉絲 大家見到 都是跟著 981 然後 都是覺得非常不錯 都是看好的 小米 中心 當然這些 問市場方向 我都是解答 買股指標 怎樣使用 我都要跟大家講 好吧 還有雙湯 這裏雙湯 比較少人問 我都要回答大家 現在 大環境好 其實不擔心 這些個股 會怎樣差 好吧 還有申請系統 我都有問到 所以說現在 目前來講 比較多同學問到 這些 因為賴Sir認為這些個股 都是大家比較容易 贏錢的個股 最近跟的 都比較多 好像阿里巴巴 現在看法 09988 我記得 9988 回答這位同學 的時候 我就說 要守住81元附近 是因為賴Sir認為 現在 他都跟恒指同步 現在綠色飄帶收窄 收窄了之後 是不是好像這些位置 一旦收窄 轉紅色飄帶 無論是短期 都好 中期都好 反正中短期 有波拉星 所以一波拉星 就有大家的機會 不過大家看到沒有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巴 莊家都走得非常漂亮 所以目前來看 阿里巴巴巴 不是這裏 09988 9988 現在目前來講 這裏的地方 就非常之大家看到 這裏的位置 9988 其實81元 基本上如果不跌穿的話 就非常之好 對於目前的一個環境 所以目前來講 只有資金日長 剛剛才說錯 資金日長的情況之下 Sorry 00700 等等 09988 有點窄 大家看到 有資金日長的情況之下 其實阿里巴巴才有機會上升 不過現在阿里巴巴 現在回落當中 其實現在來講 有阻力 有阻力當中 都是一樣按著奶水和大家說 守住81元 就好了 好吧 這裏就是阿里巴巴巴 現在目前來講 他有阻力 要站穩85元 大家看到沒有 85元才能夠轉世 周線圖 好了 講完了阿里巴巴 中心國際 00981 00981 大家看到 981 目前來看 莊家現在屬於一個 調整階段 調整階段 我有富途 和大家打 等等 都一樣的 富途 大家看到沒有 富途 現在中心國際 怎麼看呢 中心國際現在目前 莊家有資金日長 不過來講 他現在慢慢 就減少當中 不過現在來講 因為他周線圖 大家看到沒有 之前跟大家說 莊家是非常之行得漂亮 慢慢升 而且現在 莊家性上穿這個 紅色主體 雖然說 現在買股信號 就出現了 不過因為他 碰到雙重 保險線 周線圖又回落 就比較正常 不過 李Sir認為 因為有莊家資金日長 這隻個股 大跌就不可以 而且 莊家走得非常之漂亮 現在目標是多少呢 現在目前來講 其實從周線角度 升到25元 可能會短短回落 不一線圖來看 大家關注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升到25元又跌下來 是否碰到雙重保險線 所以短期目標 25元殺 可能是阻力 然後又會回落少少 不過 李Sir認為 明天 很大機會 又是賴勝 為什麼呢 現在大家看到中芯國際 其實A股也有中芯國際 大家看到沒有 它是科創 現在中芯國際A股 就升得非常漂亮 所以如果聯動的話 我們港股 都不會是點差 這就是李Sir跟大家說 最加上 我們看看現在 00 981 它就有資金 現在雖然說 有資金回落當中 不過來講 它現在目前 綠燈 就快轉紅色飄帶 這就是李Sir跟大家說 00998 等一下 有些圖不適 這裏 資金之前有流日 不過莊家現在回落當中 不過李Sir認為 現在短期 只要回落當中 暫時就不會跌太多 好吧 我們可以以中芯國際 這裏之前的楊珠一半 作為我們的防守 一打 為什麼呢 剛才跟大家說 它即將下來 很大機會反彈 除了我們太A股 而且這裏楊珠一半 基本上碰到了 碰到了之後 就反彈 再加上我們飄帶 會升上來 所以目前來講 25元這裏 之前的 我們可以以目標位 25元3 作為我們阻力位 現在跌到23.9元 如果最反彈 又有機會 最反彈這個位置 又遇到了 很大機會還會升穿 因為現在莊家正在調整 其實是一個震倉 比下一次機會最入貨 這樣 這個就是中芯國際 好吧 那中芯國際 小米 小米 比中芯國際 比較強 01810 大家看到 莊家走得非常厲害 而且周線圖 大家看到沒有 我經常跟大家說 由周線圖來說 00981 今天系統有些 很奇怪 不好意思各位 中芯國際 大家看到沒有 現在莊家走得非常漂亮 大家看到沒有 所以慢慢上 莊家是非常OK的 不過現在 跟中芯國際 遇到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 小米 大家看到沒有 它一直沿著雙重保險線 不過周線圖 其實都是碰到這裏 我們的一個第二條 所以說明 現在小米 還是持續 比較強 就是比較強勁 不過周線圖 大家看到沒有 不過就是莊家 空間還非常之多 所以賴Sir英 說小米 暫時來說 它的目標高位 就以 今天的一個最高 做為比較高 所以來說 本周可能即將下來 如果要計算日線圖的話 可能下次 17.26 17.26 這個位置 一周線圖 目前來講 看到頂 不過日線圖 上方空間比較多 所以目前來講 1810還會持續 向上升 只不過短期有回落 都是正常的 它和中芯國際 所以說中芯國際小米 為什麼跟大家說 一直炸中期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原因 好吧 這個就是 小米和中芯國際 一直跟大家說回來的 那講完講故 就講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 現在最近 大家看到 我用這個 富途和大家講 特斯拉 大家看到嗎 現在莊家 其實入場非常少 基本上沒有 現在整體 還是油脂炒作 現在升穿了六色漂大 那它會怎樣 現在目前 盤前見價 還是升 不理想認為 它即將下來 只要守住215 215的話 基本上 都好像能夠等它機會 那能不能夠守得住 現在我們看看KDJ 有沒有進入超賣 那現在KDJ 我們見到 現在連續 一二連續兩天 就是超賣它 講明它 這個高位 上落調整的機會 比較多 然後周線圖 大家見到沒有 周線圖 雖然說這裡 又出現買 不過它上方阻力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繼續上衝到 二三三這裡 會遇到阻力 這個就是特斯拉 好吧 講完特斯拉 我們再講蘋果 蘋果 蘋果 這樣一樣 蘋果現在目前 升穿了 我們綠色飄帶 不過大家見到沒有 莊家圖 周線圖 就非常之美 然後莊家 又持續增加 不過莊家持續增加 有關鍵 我們看回 120 蘋果如果半周 因為這個是周線圖 如果能夠升穿了120 基本上 很大機會 將來會轉勢 會轉好 會轉紅色飄帶 好像這些位置 所以說120 是我們本周的一個目標位 當然現在短期有沒有買入位 短期大家見到 都碰到雙重保險線第一條 能夠升穿 現在目前來講 看莊家的一個趨勢 它是不斷增加的 在這個趨勢 還會繼續拉升 最加上現在綠色飄帶 一旦轉紅色 其實會繼續持續 因為就是蘋果 好吧 OK 好了 這些個股就講到這裡 講完講完 我們就是通過 我們要知道 現在本質 最結合這些技術指標 去我們分析這些個股 才會比較 心裡面比較有 抵抵 所以說目前來講 還沒有這些特色指標的 投資者說 你也可以在YouTube Channel 然後去聯絡回 莉Sir 好吧 OK 那今期的節目就講到 下期什麼時間 已經在周三和周六時間 八點到九點之間 這個時間不別 要跟大家講 如果有沒有不明白的投資者 你可以在YouTube Channel 我問回莉Sir OK 好吧